金融禮中私生專車已經要進站了 謝謝大都會 派了好久也爭取了好久 直到台北中校東路聯合報站 及市府轉運站的2088私生專車 終於通車了 我覺得很好 這樣才可以就是更快的可以回家 可以讓我們那個回家更方便 不用一直等車那些的 因為現在政府在推動就是公車進校園 把公車開到校園裡面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我們金融禮中的私生 在每天放學的時候 就一車直達台北的市府轉運站 那我們預估這個時間只有25分鐘 那讓那個禮中的私生可以最快時間回到台北 那讓小朋友能夠多一點時間專心在課業上 這是陳明義校長 還有韓氏益議員 一起來爭取 那我要特別強調這是政府的政策 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王聚元教授建議的 大約25分鐘即可抵達台北 校方以更好的公共運輸服務 讓同學有更多的時間專心課業 讓我們基隆地區或是外地的 來基隆就讀更便利 非常感謝我們大都會2088李總經理這樣的一個善取 所以今天會特別做一個簡單的一個首發車的儀式 由總經理親自到場來幫我們主持首發車 邀請到地方的我們議員還有我們這個基隆學生家長 聯合會的總會長到場來跟我們加油這個勉勵 除了我們這個專車以外 負責接受我們小朋友上下課 還有就是每年還要感謝我們李總經理 特別提供10塊廣告看板給我們的女中 以及還有每年還提供獎學金5萬塊錢 那給女中的這個學生們 那希望大家能夠用心的讀書 那更勤奮更加油 那未來考上好學校 首行日當天 校方和大都會課運還招待搭乘首行的師生們 每人一份麥當勞餐點 期盼這一班專車能獲得支持 長久營運 記者蔡小君采訪報導